欢迎回来来看南加州社区方面的消息 圣盖博士现任市长廖清禾将于3月7号竞选市议员连任 其竞选办公室日前正式对外开放 呼吁民众踊跃发声投入民主选举 为应有的权益得到保障积极参政 当天上午美国联邦众议员赵美馨 入韩级社区学院理事伍国庆等民选官员 社区代表和4名出席廖清禾竞选 圣盖博士议员连任办公社开幕典礼 为廖清禾竞选市议员连任赵氏 那我当选最重要还是修理道路 我开始就是前面这一条刁帽的道路了 那明年事实上就是我们这个 Lastunas就是我们这旁边 这一条大的马路 那这个我会就是用贷款去 因为我们现在有拨款 每一年的有60万的这个拨款 我就用这个钱去修理 这一条Lastunas的道路 出席廖清禾竞选办公室 对外开放活动的民众 对现任市长廖清禾 为该市所做出的贡献十分赞赏 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据美国华人政治联盟主席丁言于透露 他们的政治联盟组织 以为廖清禾背书 希望他可以胜利连任 继续为民服务 汉天威斯记者王复明 若韩记报道